一年一度的青椒盛世梅竹赛 为新竹清华大学与阳明 遭通大学的体育交流赛事 在每年二到三月举办 而今年选在三月一号到三月三号 热血开战 不过却在前夕青大遭教大学生闯入 在路上撒上名纸 图片PO上网就引发学生热议 超幼稚 玩笑开过头了吧 名字就已经过头了 毁坏艺术品嘛 过去梅竹赛前夕有夜袭传统 这次遭教大学生 闯入进行过头的恶作剧 就有青大学生怒批 明年要不要泼漆砸玻璃好了 除了校园地面出现明指 就连学习中心外 名为坚毅之心的公共艺术品 也遭到涂鸦 学生费了一番功夫才清除 连教大学生也看不下去 觉得有点偏激 在过去就曾有不少两校 因为梅竹赛而起的争议 包括2016年青大校园 被教大学生高挂红布条 写着三日王华杀青 以及2018年青大工程 一管遭教大泼洒安水等 不过青大学务长也表示 尊重学生发挥自己的创意 不过对于人身攻击 这部分确实要制约 后续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对于学生 这方面会加强的宣导 希望说明年的梅竹赛 不要再发生 这次事件就怕再次 伤了两校的和气 也让年度梅竹赛事变了调 记者和梦前李廷熙 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